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习近平的新时代 二十大上 习近平已经登上了权力的顶峰 今年的高考是否也会出现幺蛾子呢 这不幺蛾子啊 说曹操 曹操就到了 习近平语录首次进入中国高考语文考试的试题 据澎湃新闻报道 由中国教育部命题的全国乙卷 作文的试题是吹灭别人的灯 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 阻挡别人的路 也不会让自己行得更远 一花毒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 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花毒 就算这种花毒再美 那也是单调的 就以这个为题 要求考生们写一篇作文 这个题目在说明中还夸赞习近平 习中书记语言的生动形象 说出了普遍的道理 根据中国官媒《人民日报》的解释 吹灯党路摘制 习近平2023年3月 在中共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的阻止讲话 携手同行 现代化之路 一花毒放不是春 则来自2014年3月 习近平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 文明因互介而丰富 当然了 一花毒放不是春 这个话实际上是来自于毛泽东的之前的文章的一段话 我们再说一个新闻 6月6日 大陆的社媒上流传的一个视频 在一个标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牌子前 几个白衣黑裤的男子在拍摄政治宣传片 其中一个男子站在前方 一是正气鼎男的宣讲改言 其他的人则树目聆听 当这个男子读到 一切为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时 这个底下的男子中就有个人 确实就忍不住 就开始笑场 结果引发全场哈哈大笑 传播视频的网友爆料 这个事发生在长沙市 视频的地点标示是长沙清水塘 拍摄的地点是长沙市博物馆内所谓毛泽东阳开会的故居 说起杨开会可能年轻的朋友还不一定知道 她是毛泽东老师的学生 老师的女儿 这个跟毛泽东啊 这个在他们学习中相互的产生感情 最后成为毛泽东的第一人夫人 为毛泽东呢 生了三个孩子 大家知道毛岸清 死毛岸英 毛岸清 其实都是杨开会所生 但是毛泽东一上井冈山 就娶了年轻漂亮的贺子珍 抛弃了杨开会 1930年毛泽东率兵攻打长沙 直接导致了杨开会被牵连被枪毙 所以毛泽东是有负于杨开会的 中共啊 这个政治老人叫两头真的 李瑞老先生的 曾经说到 1980年在修杨开会 在长沙故居时 居然发现杨开会藏在墙壁里的书信手稿 里面就说毛泽东啊 是生活流氓 政治流氓 但是官方呢 把这一段话就全部给删去了 中共官员在毛和杨故居宣斗 一切为了人民是笑场 引发了网友的乐意 网友说 原来他们也觉得这口号很搞笑啊 哎 他们自己都不信 把为人民服务当成笑话的人 正在为人民服务 自古以来 罪无耻 针对这两个新闻 我把这两个新闻 放在一起来说 是有用意的啊 我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点啊 习近平时代啊 是一个政治倒退的时代 无论它标榜什么新时代 将习近平的语录 作为高考的 这个语文题目 应该说开了个人崇拜的先河 让中共个人崇拜 再上一个新台阶 但是习近平万万没想到的是 高考啊 恰恰是对文革时代的否定 高考啊 它呢 是一种作为一种 搏烂 反正的标志 大家知道 文革之后啊 其实 就已经停了高考 1977年的冬天 中国关闭了11年的 高考的闸门 才再次的开启 570万考生 涌向考场 这是中共建政以来 第一次冬季高考 为什么要高考 要学知识 要有文化 要发展经济 需要人才 这恰恰是对文革那种 反制主义 文革是知识于粪头的 一种截然的否定 所以这本来就是不祥之兆 本来高考 它就是一种代表 对过去那一种腐败 那一种政治倒退的 一种否定 开始 波乱反正 走向新时代 而你现在 把这习近平的语录 作为高考题目 本身就是个人崇拜 就是想返回毛泽东时代 所以跟高考啊 应该说狭路相逢 是一个不祥之兆 高考啊 我们把那个高考的语文体 进行一个比较分析 就会发现 它记录了中国时代 发展的进程 1977年做文体 我们在这 我们在这战斗的议员里 它其实就是一个开放式的题目 你可以从多个角度去写 它与过去文革时代的党拔骨啊 这种文章 文风 截然不同 尽管呢 还留了一点点 这种斗争啊 一种战斗啊 文革的硝烟 所以它是反映一个时代的 但是到了80年代 就不一样了 因为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 80年代漫画 首次进入了作文体 1983年 高考的作文呢 第一次出现了一幅漫画 这幅题为了 这里没有水 再换一个地方挖的漫画 描绘了一个人挖紧 挖了很多次 当水啊 快都快接到水面的时候 它居然放弃了 这道题的出现 给当时习惯 根据一段材料 或者一个命题 进行写作的考生 可以说 来了一个触手不及 当时啊 不少的考生就没有看懂 这幅漫画 有个学生呢 居然在作文中写了 一个农村的坏分子 要把公司的大坝挖穿 幸亏没有挖穿 不然就出大事了 结果那个月券的 乐卷的老师啊 哭笑不得 到了九十年代 话题作文 手开心合 一九九一年代高考作文 仍然是以命题作文的形式出现 但却首次要求 学生以静默者黑 或静默者未必黑 作为一个话题 时间到了21世纪 北京特色 一军突起 2002年 北京终结了十余年 高考使用全国统一试卷 开始啊 试点高考 自主命题 也就是北京市 自己教育局 自己命题 第一年呢 现在语文数学 英语 三科进行尝试 其他的科目 还是采取全国统考 那一年北京卷的作文题 是什么呢 是心灵的选择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一部武从漫画 到这个命题 到这种 这个一段材料 进行分析 叫话题 最后到达 北京的这个心灵的选择 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进步 因为心灵的选择 它是来自于你个人的 开始了 突出了个人 这么一个重要的话题 因为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 个人是被淹没的 真正要谈的都是集体 宏大叙事 爱国主义都是集体 但是很少去关心 每一个个人的心理 个体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 在21世纪开始 选献出来 2009年的作文题 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 这是源自一首歌 这个作文题呢 就给了不同层次学生 发挥的空间 有的学生 谈追求梦想的经历 有的写自己 努力学习的感受 也有的写自己的爱好 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在文革结束后 开启重新恢复高考 1977年 然后它的作文题 就是一个时代的风向标 它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 那么到今天 习近平语录 进入到了作文题 标志着 这个时代出现了挫折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突然就出现了一种 复辟倒退 改革开放 假难而止 第二个 我的看法 习近平时代 是一个短命的时代 他的这种政治复辟 只是一个历史的逆流 或者说一个漩涡 他和中国人 其实都回到不了 过去 回不了文革时代 为什么呢 我们就要联系第二个 我说的这个新闻 就是官媒 为什么在拍爱国主义 题材的时候 会笑场呢 说一切为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 大家哈哈大笑 原因很简单 假的呗 不真实 与现实出现了巨大的反差 你看啊 我们说这个笑 为什么会笑 比如说你把姚明 跟一个很矮小的人放在一起 你是不是会产生笑 原因是什么 不协调啊 这一个 为什么会笑场 也是一样 因为跟距离差距太远 共产党的确呀 一切依靠人民 人民供他吃喝拉撒 但是他却骑在人民的头上 人民供他大撒臂炫富 但他却不顾老百姓的民生艰难 所以说啊 他们不是一切为了人民 而是一切都要奴役人民 习近平爱的是 愿意做鸡偶菜的人民 恨的是觉醒抗争的人民 即使习与录 进入了高考试题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 他其他的 他是乙卷嘛 其他三份 全国试卷的作文题目 分别是时间 好的故事 自己的空间 话题 话题作文 这样就会带来 除了全国卷以外 今年呢 还有三份地方卷宗 上海卷的作文试题是 一个人乐意去探索 陌生的世界 仅仅是因为好奇心吗 北京卷的作文试题 要考生从技术 继续行 或亮相中 选一题目 写文章 天津卷 要求写出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使命与挑战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责任和担当 写出自己的想法 都没有出现 习与录 甚至说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使命 这个话 其实还是来自于 邓小平 所以说 习近平 固然 搞个人崇拜 固然想回到文革时代 但是回不去 即使在作文题里面 他也是题目的一部分 或许未来全部都是 习近平的语录 作为作文题 但仍然他摆脱不了一个热梦 就是人民对他的鄙视和嘲笑 原因是什么呢 这也涉及到我们需要对今天的话题进行一个总结了 习近平语录啊 成为今年的高考题目 作文的题目 标志着中国的政治倒退 个人崇拜 成扎泛起 官媒拍摄爱国主义题材的宣传编 居然出现笑场 就是对习时代最好的表达 这就是人民的声音 就是对你的鄙视和嘲笑 所以说习为什么他的政权 是一个短命的政权 就是两个坎他过不去 第一是不得人心 第二是违背世界的文明潮流 中国是一个有限开放的社会 互联网存在 国门也没有彻底的关闭 极权主义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 全面控制 无处不在的恐惧 其实在中国还是很难实现的 所以极权主义在制度 在人民的嘲笑中 就是毛泽东时代 已经瓦解 今天的习时代崩溃 也只是时间问题 习下复辟毛泽东时代 或者走红色帝国的 新极权主义之路 事实上是走不通的 因为不得人心 违背世界文明的潮流 习将自己打扮成 千古传奇的神话 但在老百姓的眼里 他呀就是个笑话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话题聊到这里 明天咱们接触了